因为你的品牌做得好 所以将来你这家公司会做得大 Hello 各位朋友你好吗 欢迎来到Briant Chart Show 这一集我会讲一下如何用品牌 令到你的公司可以在云云的市场上 是可以突围而出的 或者你是一些好初创 或者是一些中小企老板 或者你有一个问题 你说不是Briant 我是一些小公司 是不是小公司 我只是想怎样赚钱 不用怎样想品牌 品牌那些东西是给一些大公司 跨国公司 甚至乎一些上市公司才想 或者是这样提的 但是如果反过来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的品牌做得好 反而令到你的生意 不需要再和你的对手架格战 而可以再更加好一点 那个收入可以倍增地走上去 你觉得如果做到这样的效果 品牌是不是很重要 应该现在觉得是马上拿到你的 attention 觉得重要 不是因为大公司做得大 它才有品牌 由今天你的想法就是 因为你的品牌做得好 所以将来你的公司会做得大 是逆转思维 那个品牌是个原因 做得大是有结果 今天我就会跟大家说 有四点大家可以即时注入你的品牌 当你将这四点注入你的品牌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你就不再需要和你的同的对手 是哪个便宜就哪个赢 反过来 你反而可以收得贵一点 我去四点之前 我想问一下你 你有什么品牌你喜欢 有些大品牌 女士说我喜欢LV 因为她给了一个什么感受 男士说我喜欢Nike Under Arm Rollex 当你想起任何一个品牌 你有没有发觉它会给一个很特别的感受 我想问你 Cocacola给你的感受 还有Pepsi 给你的感受 有没有不同 有吗 两个品牌的特质是不同的 所以给你的感受都不同 什么品牌 就会吸引什么客 反过来 如果你想吸引某些客 你只要将你的品牌 造成某一个品牌的印象 某一个感受 你就可以吸引到那些客 先用一个这样的基础 刚才我们所说的 有些品牌会给你一个很大的感受 感受来自哪里 就是我们今天这四点 第一个感受 是来自你的品牌的故事 故事就是 有什么原因 你的公司 你的品牌 会出现在这个市场 你看到什么状况 你经历过什么 令到你决心 要将这个品牌 是带来给这个世界的 听到他说 不是啊 我搞公司 我只是想赚钱而已 如果你听到一些LV歌的CEO 我们LV的出现 就是想赚钱包的钱 你会觉得怎么样 哇 你这么铜臭 我当然不会光顺你 都没有理念 死 你看到 譬如说我很喜欢Nike 你这个牌子 Nike这个牌子 Founder Phil Knight 他最初是 他很喜欢跑步 大学的跑步手 但他发觉 当时七八十年代 不是啊 找不到一些好的跑鞋 他想到什么呢 不如我在日本 找一对跑鞋的品牌 我代你给我们 美国大学的跑手 穿 然后他说 Founder Knight 不是啊 这个牌子 有某些程度上 我要再改良 Founder Knight 没问题 他再收集了意见 再跟日本那间厂 说如何改良 做一做一做 他想了 如果这样的时候 我知道美国大学的跑手 需要些什么 为什么我不直接 设计这些跑鞋 给他做 我为什么要这么 返回地做呢 Nike 就是这样走出来 他的理念 就是很简单 Phil Knight 每一个人 都是运动员 他就想将 他现在对这个运动的热成 是经过这对Nike的跑鞋 是跟这个世界说话 令到每一个朋友 只要他买到这一对鞋 他都可以变为一个运动员 慢慢就衍生 蓝球 足球 网球 很多这样的分支走出来 但是一开始 就是这样 你的受众 他可不可以 将你的故事 告诉其他人 为什么你会开始这间公司 你的故事在哪里 如果他说不出 他不知道 他只会觉得 你开这间公司 他买这个产品 买这个服务 你只是想赚钱 一有这样的想法 他一定不会光顺你 第二个 你的品牌的价值观 例如做人的价值观 就是说 我们要正值 我们要有这个品德 这个就是做人的价值观 但是公司有价值观 例如说 你的价值观 会不会是 你会提供一个 100%最全面的服务 在哪里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一件事 他为什么会光顺你 你的价值观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公司 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说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要帮到我们全球 那么多的学员 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让他们的生意 是可以经过我们的培训 可以做到最好 还有很多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 免费的课程 给我们的用户 令到他在他的生意上 在某方面 比如说他找客 如何是费用客 如何是费用服务 系统上 是可以更好 我们不怕再走多一步 令到他拿到一个成绩 拿到一个结果 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你要把你的价值观 很大大声地 告诉你的仇众 究竟你是一个 什么性格的公司 第三个就是 你的品牌的特质在哪里 你的角色在哪里 那个角色就是 你的公司的性格特质 刚才我们说过 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 会是不同的 特质都会不同的 比如我说一个牌子 例如说Red Bull 你觉得Red Bull的特质在哪里 很extreme 他们会费用一些 我们叫做一些很extreme的sport X-game F1 一些下山的单车 是一些很夸张的运动 当他是费用这种运动的时候 为什么 很简单 这不是Red Bull的特质 我们有六个character 其中一个叫The Big Barriers 这个是我们摆在我们公司 BCM这里 是第一个character 叫做打破常规 意思就是说 我们做的事要领先同行 我们不会跟着我们的同行 做任何东西 反过来 我们现在所做的 我们同行 是会看着我们怎么做 然后他们会尝试跟着我们做 这个就是我们的特质 我们不会做个follower 我们做个leader 我们第二个特质就是 We're a sponge 好像海绵那样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是领星人 这一行 但我们怎么可以给到一些最新的资讯 最新的know-how 最新的想法给我们的client 很简单 我们就好像一个海绵那样 不停吸收一些新的知识 欧美不同的地方 现在最新的practice 最好的practice是什么 每年我们用很多的资源 来拿出这样的资源 来拿出这样的资源 拿出这样的know-how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模式 去compile 用一个想法 再将它 是运用在我们每天 再加上我们的学生 令到我们的学生 可以拿到最快最新的know-how 的系统 这个就是be a sponge 好了 去到你那里 你们公司的特质是什么呢 通常就是那个founder 或者是 senior management 是一起想这个特质出来的 而当你的特质够强的时候 都是在那里 你不需要再和你的同行竞争对手 来斗哪个 你赢了市场的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就是因为 你这群受众 是喜欢你的性格 来光顺你 因为他觉得 你的性格和他的性格 是很相似的 好了 第四点了 当你有了我们的brand story 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特质之后 好了 那你就要想 你怎样将之前所说的三点 是很有效率地 给市场知道 如果你做了三点做得很好 但是如果没有人知道 就等于没有做过一样 所以第四点 你就要想 就是怎样将刚刚所说的东西 很有效地 现在在above the line的宣传局 宣传出去 大家相信 现在你一定是用个社交媒体 要不然你看不到我这条片 YouTube IG Instagram Twitter 哪里都好 那你就要将以上所说的三点 就要在那些的平台上 要宣扬出去 令到你的潜在受众 甚至乎你的受众 是很清楚究竟你是一家什么公司 那他就会找到一个很大的原因 来光顺你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如何运用我们的品牌 令到你在这个市场那里 是可以投资的 好的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 还有将这个视频 分享出去 那你怎样看品牌的呢 你觉得你未看这个视频之前 还有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你对品牌的认知有没有不同呢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OK 下次见